大家早上平安 主耶稣祂道成肉身,写明了神无限的荣耀 人需要被神无限的荣耀照明才能被满足的 不然他就会陶醉在世界和属肉的满足力 以致他常常怕失去钱、工作、感情、名誉等等 唯有从主丰满的恩典里,才能让人看到原来自己是多么的微小 所以,人是不能被世界的东西而满足的 唯有主才能满足我们 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都知道自己需要被主满足 也愿意追求属灵的生活 但是因为人被黑暗笼罩,也因为人的罪行是很容易体贴肉体 所以,直到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挣扎、试炼 那时,我们的心才能被主无限的荣耀与恩典照明 使我们的器皿被扩大而得到属天的满足 之后来完成神的上功 那所谓的满足是什么呢?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4章31到35节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用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才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专家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也像门徒一样 常追求的满足是那些很真实、很直接的需要 比如有价值的需要、被认同的需要、侍奉要有好成果的需要等等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所需要的不重要 但在这之前,主要我们先应信祂的话语来得满足 我们主耶稣并不是肚子不饿 但在这之前,祂是应信上帝的应许而得到满足的 所以,祂才会说,祂已经有食物吃了 食物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是真理,是有生命的 只有这食物才能真正叫人恢复在主里的喜乐和满足 我们是很微小的人,很容易就会进入自我的罪性里 时常会因情况的改变而动摇 怕失去爱、钱财、工作 甚至一直受魔鬼撒旦的暗示与控告 所以,只有靠着神的话语才能跨越我们肉体的需要 这才是我们最真实、最直接需要的食物了 这食物要用来做什么呢? 就像主耶稣说的,祂的食物就是遵行猜祂来者的旨意 来做成神的功 虽然我们还会有感到缺乏的时候 但在这中间,我们要从肉体的需要变成更高的需要 那就是神的旨意了 当我们看到那些苦苦流离的人 看到要收的专家多、做工的人少 看到被魔鬼捧绑的人 我们会发现肉体的需要也不是最重要的了 让我们祷告 求主给我们更高的需要 若我们没有被主的旨意得满足 我们还是会被缺乏感捧绑的 当然,我们在顺从神的旨意中 会有疲惫、软弱、挣扎、内疚、灰心的时候 但主还是信实的 祂通过这些过程 为了是要预备我们成为大器皿 来完成主的工作 就像主说 专家已经熟了 可以熟割了 但要遵行神的旨意 有两个条件 一,就是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主 二,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这两样是魔鬼一直攻击我们的地方了 有时候我们也会对神的旨意有些模糊 有时候也会被自我占据 所以,我们需要祷告 让主的话能实现在我们的心里 祷告神的主权能掌管我们的心 祷告直到福音的价值成为我们的方向了 当我们继续顺从神的旨意时 神的公义、和平与喜乐 就会领到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看见基督的荣耀而得满足了 虽然有时候 我们觉得要顺从神的旨意很难 要传福音 要服侍神很难 好像觉得自己的生命力量不够 但在这样的挣扎里 在还没从主得到力量之前 我们要先从主的安慰 我们先把自己不够的信心 不够的爱心都放在祭坛上 主说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另外在还没从主得到力量之前 让我们不要怕人逼迫 不要怕牺牲 主说为义 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当然我们还需要从肢体的力量 因为我们一个人是有限的 所以需要继续与肢体一同相聚 彼此带导 当我们持续相信主给我们的话语 就是那个食物 从祂的话语来更认识祂 有一天我们自然会实践神的话 肝强地活出圣的旨意 能与主一样地去爱和服侍了 各位 主耶稣的话语 就是我们的食物了 盼望神的话继续藏在我们的心 成为我们天天日常的需要 然后接着我们成就祂的旨意 这才真正能使我们的心得满足了 祝福大家